大家好,我是阿建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炎热的夏天,我们要多吃些南瓜 今天分享个南瓜的营养又美味的早餐做法 比包子简单,比油条更加好吃 很多朋友都没有这样做过,更没有吃过 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现在正是南瓜大量上市的季节 这是我刚刚到地里采摘的两个南瓜 我们取一个,然后用刀给它对半切开 这个南瓜非常的结实 肯定是一个粉糯的南瓜 取一小部分就可以了 剩下的留着炒之吃 南瓜将它改刀切小块 然后再削去它的外皮 削好皮以后,再将中间的瓜囊剃掉 然后给它改刀切成小片 尽量给它切薄一点 这样我们在蒸制的时候更容易熟 切好以后 给它平布在盘子里面 然后再给它整理一下 再扣上盖子 开大火,给它蒸15分钟 接着准备一盆清水 再往里面下入一把红枣 再加入少许的面粉 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吸附掉红枣上面的灰尘和杂质 用清水多给它清洗两遍 直到洗至水清澈 然后我们给它捞出来控水 再放置菜板上 给它取出红枣盒 大家也可以买红枣盒 这样省事一点 切好 给它放入碗中备用 蒸熟后 给它放入大碗里面 然后用擀面杖 给它捣成泥 接着往里面加入10克的白糖 如果喜欢吃甜一点的话 咱们可以多加一点 这个根据自己的口味而定 接着继续用擀面杖 给它搅和匀 搅至白糖溶解 我们给它放一旁 先放凉一下 南瓜 南瓜 一定要等它放至大概30度的温度左右 然后再往里面 加入5克的酵母粉 我这里的南瓜 是300克 我这个南瓜 是自己做的 比较弱 所以没什么水分 所以再往里面 加入200克的清水 然后用擀面杖 将酵母 给它搅至溶解 搅成像这种细腻的状态 接着往里面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 边加 边给它搅动 我这里面粉 加了300克 稍微多给它搅拌一会儿 搅成像这样 没有干面粉颗粒 稍微稀一点的面糊 就可以 接着我们给它扣上盖子 醒发个半小时 半小时过去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表面上有很多的气孔 像夏天醒发半小时就好了 如果是冬天的话 要醒发一个小时以上 然后用筷子 像我这样 给它糊糊匀 把里面的空气 给它排掉 接下来准备几个祖传的小碗 然后给它刷上一层薄油 侧臂也要给它刷上 这样可以防止粘连 将醒发好的面糊 给它咬入碗中 千万不要咬的太满 七分满就可以 不然的话 蒸出来会溢出来的 然后再像我这样 稍微给它震动一下 震出里面的气泡 再用硅胶铲 给它整理一下 这样蒸出来 会更加的漂亮 接着再摆入 提前切咬的红枣片 这样蒸出来 既美观又营养 全部做好之后 我们将它放入蒸屉 再扣上盖子 继续醒发10分钟 时间到我们来看一下 已经醒发至1.5倍大 然后冷水给它上锅 水开后 大火蒸25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将火关掉 千万不要着急 打开盖子 给它再焖个3-5分钟 防止南瓜发高 回缩塌陷 时间到我们打开盖子 哇 一股淡淡的南瓜清甜 一股淡淡的南瓜清甜 和红枣的清香 扑鼻而来 像这样 我们的南瓜发高 就做好了 然后端出来 给它放一旁 稍微放凉一下 放凉之后 然后用手 再挽着四周 给它扒拉几下 然后用硅胶铲 稍微给它撬动一下 非常轻松的 就脱模了 我们来看一下 真的是蓬松 鲜软 颜色也是金黄金黄的 非常的漂亮 看着就十分的诱人 而且一点也没有 塌陷回缩 这样做的南瓜发高 真的是比面包还要好吃 就连挑食的孩子都能吃两个 以后南瓜买回家 你就像我这样做 真的是太好吃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 晒太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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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